屋里面之前粘的这个挂钩挂衣服的 挂的东西太多了 就坠掉了 今天我们就给打个孔 这样很安全点 翘翘那屋子没事 它挂的少 咱俩是两个人分 还是一个人分 当时咱就整这个电钻 给它钻上就好了 不粘 是不是 你那个羽绒服太沉了 你说的对呀 现在都穿薄羽绒服 它还穿可厚的那种羽绒服的 我还是怕老 瘦人不可弄 一会商量你个事吧 你商量那个柜顶帮我翻掉裤子 我看我能不能穿上 之前买的 你看这个是这么吊的 它不是这个不截的 是粘墙 不粘了 反正就是在那挂的东西太多了 这个好 我下边了 行 把它这个大羽绒服挂上 就这家是最沉的 这老长 这是跟我学会的吗 多少斤 你咋吃都不胖 大哥快点帮我个忙 上柜顶把那条裤子都找下来 这柜顶要试一下 这好奇心你多严重 什么叫好奇心呢 在哪边这边 这个点是我的 是不是 是你要哪个裤子 有一条浅色的牛仔裤 有多浅 就是现在开梭就能穿的 这个 我也忘了拿下来先看看吧 哎妈呀好可怜的哦 上面就那点衣服呀 需要买购买新的 是那个吗 不是这个 最后的一条 对就是它 这小腰 我看看啊 我当时买的是 155的 25 哎呦妈呀 男剪7 女剪8 1尺7的腰 我当时这么猛吗 今天我要试穿一下这两条裤子 给大家分别看一下效果 这个是我胖了之后买的裤子 然后呢 这个是我之前 应该是在2021年吧 那时候比较瘦 96斤左右吧 然后买了这条裤子 穿着去旅游 回来之后 它就一直搁置了 我特别喜欢 我看看我这次减肥 有没有减到 能穿到这个裤子 然后再配个衣服 上次就配一个 这不是浅色吗 给你们看这条裤子 现在是这个样子 看到了吧 这样 我要是走道走走的 才是裤子就这样 你们看吧 你就说我那时候多胖吗 一拳头 这裤我还挺喜欢的呢 送给你吧 我穿单九份裤穿 哎 你看我走两步啊 栗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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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哈伦的 行吗 行 扎个腰带 这不用扎腰带也行 哈伦好 这裤子看来要下岗了 哎呦我去我不敢相信 我居然穿上了 但是还是有点胖 知道吧 这个腿你看 我居然是7腰还是18的腰 现在能穿什么 太不容易了妈妈太开心了 真的这条裤子当时特别喜欢 买完之后出去旅堂 又回来就再都没穿上 这都几年了 21年 2223243年了 怎么又酸呢 怎么样 好好看 但是还是是有点胖 我这次减肥的目标 就是把我以前 我瘦的时候能穿的 裤子啥的全捡起来就行了 不用太买了 知道吧 然后我胖的这个呢 咱留的 以防万一 过年时候又胖起来 我再戳 穿上是穿上了 但是还是有点胖 你们发现吗 这个腿这个地方 还是有肉了 这条裙子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有一年过年的时候 跟我小们去买的 还特别特别贵呢 然后也是后来穿不上 今天我试试能不能穿上 我有点不太敢相信呢 我竟然把这张衣服穿上了 谁说我没有好衣服的 这个衣服当时跟我好像是吃巨子 在当地的商场买的呢 然后就是由于自己胖了穿不好看 就一直搁置了 你看现在能穿上了 但是我感觉好像有点过时了 你看 这照开车船 第一个穿两个人鞋 外面搭分音是吧 行 好看吗 好看 但是我确实穿着了 哎呀妈呀 瘦得真好 以前衣服全捡起来了